战哥与姊妹在520的堂多得让我们停不下来了 现在让我们用放大镜一点一点找 2024年5月14日 我们亲爱的战哥更新了微博 晒出了本尊的自拍图 难不成又是最新的工作照 正当小编感到疑惑的时候 战哥工作室也更新了微博 晒出了同样衣物的照片 并说是一份库存照 小编翻找了一下 从组上传下来的 有着30年历史的老黄历 这些照片正好就是2023年3月期间 战哥前去巴黎的时间 我们再来看看战哥都发了什么 一个写信的图标 战哥在写信到底是在给谁写信呢 小编偷偷地翻开了姊妹的社交账号 2023年10月 姊妹工作室发布的平台信息是 第一 你有姊妹寄来的一封信 我的天呀 你凭你细细品 连在一起仔细品 这是什么神仙互动呢 而且最关键的是姊妹拍摄的背景 竟然也是法国巴黎的公园 和战哥照片的背景是同一个公园 这这小编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要不要这么的猴田啊 同样的场地 同样的背景 一个写信 一个回信 这种巧妙的浪漫之川 我的心眼 甜的冒泡 今天妹妹也太美了 等等看我看到了什么 一样的地砖 还有一个字母一 你们说看不清 那放大给你看看 来看看哥哥的同款地砖 再来看看哥哥头顶的字母一 远观看看 真帅 哥哥让姨让我坐旁边吧 再来看看战哥再写信 不要说有时间差 这是哥哥最新发的库存呢 再来看看姊妹 甜甜啊 邮寄了一封信 连起来看看 虽然相隔有时间 但是同一个地方呢 肖大勇啊 不愧是肖大勇 这颗糖盖得到了吗 我来到你曾经到过的地方 坐在你曾经坐过的旁边 我又寄一封信 你低调地回了信 来看看姊妹的高定服装 好美 姊妹发了我也要发 等等 这曙光照进了肖大勇这里 还有这张决决子 肖大勇还要正面看着呢 帅帅的 你是公主 我就是王子 从以往姊妹和战哥的穿搭来看 很多衣服都是相互呼应 或者是同色系列 如果站在一起 就是妥妥的情侣装 两人非常的搭配 我眼中认为 最好看的就属这一套了 姊妹穿上之后 国风感觉觉觉子 这件路腰的心中式是穿搭 在姊妹身上 显得更是温柔可人 妆容精致 整体看来更显大家闺秀 姊妹真的是瘦下来了很多呢 背面也很轻瘦 再来看看战哥在某活动中 穿的同品牌 同系列的衣服 这两套衣服是三寸圣经的衣服 名为静后风气 大家品一品 是不是让我们静心等待 两人放一块 这效果你们看 是不是绝绝子呢 再来看看这套 姊妹手中拿的叶子 是不是就是战哥身上 这套衣服呢 还有你穿黑 我穿黑 你穿白 我穿黑 站在一起 就是顶流中的顶流 毕竟战哥在大型活动中 唯一只给姊妹提过裙摆 让我们再来看看连续几年的微博之夜 战哥都是站在姊妹的身边 网会上 战哥最操心的就是姊妹的裙摆了 这件裙子是战哥当晚最操心的 宇宙的镜头是玄学 余生请多指教里的小剧场 也只有正常甜蜜的人 才能拍出这么真实细腻的感觉吧 最后来看看妹妹可爱的视频吧 这样可可爱爱的姊妹 谁人不爱呢 优雅美丽大方又自信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